請容許我用這麼浮誇的手指來跟大家見面 我在前兩天在中訓的時候 不小心被鋼片夾到了 現場直接送醫 不過好在我的骨頭是沒事的 就是沒有骨折或者是斷掉 只是說現在生活上所有的習慣 包括了洗澡、做飯、打字、剪片這些 全部都要以一個慢五倍速的速度來進行 而且受傷的這個地方可能好一陣子才會復原 那接下來幾個禮拜可能 都要用這樣子的手指來跟大家見面了 就請大家多多包涵 那我們就開始囉 星期四開箱日 歡迎大家回到愛爾文的生活紀錄頻道 我們今天要來開箱一款主動式降噪 耳罩式藍牙耳機 降噪耳機給很多人的印象就是貴 知名品牌的降噪耳機通常大概要六千八千塊 甚至是上萬塊 那難道真的沒有價格比較輕微一點的主動式降噪耳機嗎? 那如果說有的話值得買嗎? 消費者會不會因為價格比較親民而失去哪一些功能? 那今天我們就要來開箱與評測 只要三千八百九十九元的主動式降噪耳機 TaoTronics Sound Search 46 旗艦降噪無線耳機 TaoTronics這個品牌它是深圳的一個Sun Valley集團 他們在2011年在美國加州創立的品牌 產品線主要是與消費型的藍牙耳機還有喇叭為主 如果你在YouTube上面搜尋的話 也可以看到有很多國外的大佬們在評測他們家的產品 比如說Gym's Review Room Digital Trans 或者是Linistat Tips等等的 那同時產品在中國、美國、日本、德國都創下非常不錯的銷售層級 這個是產品的包裝 打開來裡面包含了台灣代理商自選家的保固卡 各國語言的簡易說明書和一個質感相當不錯的攜帶盒 耳機的本體和其他的配件都裝在這個盒子裡面 包含了機艙轉接頭、3.5mm的音源線和Micro USB的充電線 配件上相當的完整 所以基本上如果說你要帶出國去旅遊的話 你就直接帶這個攜帶包出去就可以了 那我覺得比較可惜的一點是 這個耳機它是沒有辦法折疊的 而導致你攜帶出門的時候 體積會比較大、比較佔空間一點點 老實說我要開箱這個耳機的時候 我是有一點抱持著看好戲的心態來開箱的 因為我就跟廠商說 我這裡我只能夠跟大家說實話 你們可以接受嗎? 一個不到4000塊的主動式藍牙降噪耳機 是要被我diss爆嗎? 畢竟我最近撿到槍的機率還蠻高的 不過在收到產品 然後我實際的把它帶去坐飛機 飛了一趟之後 我還蠻意外的 耳機的質感說不上超級好 但是都有平均以上的水準 我們先從耳機的外觀來看好了 設計中規中矩 全黑配色 那部分的結構是鐵灰色的 兩側都有印上新的logo 那耳機的高度可以調整 兩側的耳罩也可以旋轉90度 包括了撫氧也可以稍微的調整 耳罩和頭頂處他們都有使用一種叫做蛋白質的軟墊 觸感沒有到極致舒服 但是也不差 打個比方好了 如果說今天我佩戴一兩個小時之後 我需要把它拿下來 稍微休息一下 對於大部分的通行族來說的話 應該是足夠的 那如果說你是飛長途的飛機的話 可能就是看完一部電影之後 你要稍微休息一下 也有可能是我頭比較大 所以戴起來感覺稍微好像有點緊的樣子 耳機的功能性 我們可以透過機身旁邊的按鈕來分享 按鈕它全部都集中在右耳罩這一邊 電源的開關鍵同時也是多功能按鍵 控制音樂的播放、暫停、接聽電話、還有掛斷電話 另外還有兩個按鈕 分別是控制大小聲、上一手跟下一手 有一個是比較靠近前方的是降噪的開關 這些按鈕你只要花一點時間來適應一下就OK了 耳機使用的藍牙是4.2 它可以同時連接兩部裝置 比如說我同時連接我的手機跟平板 我測試了iPhone 11 Pro、三星的Note 10 Plus 還有Google的Pixel 3 值得清新的一點是 在觀看影片的時候 幾乎沒有延遲的問題出現 這一點可以放心 續航力可以說是這個耳機的強項之一 官方表示它可以連續聽音樂將近30個小時的時間 但是這個時間的長度會依照你使用的情況 比如說你有沒有開啟降噪、音量的大小聲、待機時間等等 至少我實測一直開著降噪的功能 連續使用20個小時來播放音樂是沒有問題的 如果是上班族通勤來使用 來回的車程一兩個小時的話 一個禮拜只需要充一次電就可以了 如果說耳機快要沒有電的時候 它會透過旁邊的提示燈 也會發出提示聲來提醒使用者應該要充電了 充電的接口使用的是Micro USB 不是USB Type-C 另外官方他們也表示 充電5分鐘通話2小時 應該是聽音樂2小時 耳機的音質如何 在測試了幾種不同類型的音樂 觀看了影片之後 然後我個人哈 愛爾文主觀認為 這款耳機它所設計的音場 是比較偏向於不變年輕的愛聽了 它的重低音的表現特別的突出 中高音就稍微比較平一點點 在預設的情況底下 會讓聲音感覺好像有一點包住的感覺 沒有高階耳機的那種 非常晶瑩剔透清脆的感覺 那我個人是比較喜歡平均一點的 所以我在使用的過程中 我是有透過播放軟體 來去調整它的EQ 稍微的把聲音再拉回來一點點 如果說你是超級無敵在意音質的人的話 我想你可能不會考慮降噪耳機 這是第一點 那這款耳機 它也不太適合用來監聽剪片或者是收音使用 在聽一般的流行音樂 我覺得還是挺不錯的 那整體的降噪效果方面呢 我的感覺是 大概是Vox QC35 2代的80%左右 人聲、環境聲都可以得到一定的降噪效果 在使用的過程當中 它不會讓人覺得說 因為你有開啟降噪的功能而感到有點不舒服 有些人對那個降噪的感覺是有點過敏的 那最後是它的麥克風 麥克風對我們來說特別重要 因為我現在已經特別習慣用耳機來講電話了 我不太習慣用手持來聽電話 收音的效果是相當不錯的 在一般的環境或者是戶外 都可以聽得非常的清楚 比較吵架的環境底下呢 會自動開啟麥克風的降噪功能 達到一定的降噪效果 那我有錄製幾個在通勤過程當中實測的聲音來給大家聽一聽 我現在在捷運裡面要測試感通勤的感覺 現在在樂台上面有很多的雜音 我現在用的是直接拨打LINE給我另外一台手機 我現在在高鐵的樂台這一邊 大家可以聽聽看它的收音效果怎麼樣 喔真的超級熱 我現在在高雄街頭 這邊剛好來高雄出差 所以我現在直接在大馬路旁邊 實測一下它的收音效果如何 今天超級無敵熱 大家現在聽到的聲音就是我直接拉音進去收音的 這裡風大 交通也吵 大家還是可以聽聽看 收音效果應該還是不錯吧 這就是你們一般如果使用這個耳機來通話的時候 會獲得的收音表現 那如果說有什麼希望他們可以改進的地方 我會希望他們能夠設計可以折疊的 然後讓耳機的體積更小更方便帶出門 第二點希望他們能夠搭配手機的語音助理 比如說控制Siri或者是黑Google 那第三點呢就是希望他們能夠讓使用者 自行的去調整降噪的檔次 因為有時候我們可能並不需要降那麼多的降噪效果 但是目前這款耳機我只能夠選擇開或者是關 所以總的來說 這一款主動式降噪耳罩式藍牙耳機 它沒有搭配APP的那一些華麗控制功能 不能夠呼叫語音助理 音質還OK 降噪功能表現還不錯 舒適感不差 整體的做工也還OK 但是它擁有強大的續航力 麥克風的表現優異 同時可以搭配兩台裝置同時使用 觀看影片的時候也不會有延遲的困擾 那重點是它的價位 以主動式降噪耳機來說 極度親民 那這一次我終於可以用 只要這兩個字了 只要台幣3899塊 它是一款非常具有競爭力的產品 在這個市場上面一定有它們存在的價值 比如說適合有預算限制 或者是對音質沒有極高要求的 可是卻需要降噪效果的使用者 比如說通勤族啊小資族啊或者是學生 但是耳機我覺得還是要看一個耳圓 緣分的圓 因為每一個人對於音質的標準不太一樣 如果說你剛好正在尋找一副降噪耳機 那這副降噪耳機又符合你的預算範圍的話 我會建議你可以去它們的實體店面試聽一下 再做決定 我會把它們的購買連結放到敘述欄上面 提供給大家參考 那今天的開箱評測影片就到這邊 希望今天的影片有幫助到大家 我是艾爾文 我們下一次影片見 我不能彈指 我不會用左手彈 來 試一下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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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